亞洲大亞運二十八號進行反曲攻 女子個人賽的同牌戰 由台灣好手雷千穎 對決南韓勁敵江采榮 雷千穎雖然開局落後 但二三局強勢追擊 四比二反超前並率先聽牌 只是去年台北市大運金牌 世界排名第三的江采榮實在厲害 四五局回進更兇猛的攻勢 連射六支十分箭再度逆轉戰局 最後雷千穎只能以四比六敗下陣來 無緣站上頒獎台 就是我覺得其實 對手的實力真的是很強 然後從頭到尾 其實我們一直都有一個準度在 對啊 那可能最後有一支 就是我到最後一局的第二支箭 有一支八分 那一開始我就覺得完蛋了 結果他真的就是給他信心來源 就是最後又補了一支十分這樣 對啊 覺得有點可惜 順位凡曲攻個人賽的最後希望 雷姆背負著龐大壓力 雖然頂尖運動員都知道 要以平常心面對大賽 但說實話 怎麼可能真的平常心呢 當然還是盡量要平常心 但是我還是就是會告訴自己 再多加一點自己的企圖心 怎樣 因為有的時候 你一直說平常心 平常心可能會比較沒有那種衝勁 今天早上在場地練習的時候 就是要開始模擬這樣子的狀態 然後讓自己的狀態提升到 就是等一下比賽的一個心情這樣子 今天雖然輸給神對手 但第四名的成績已經創下雷千雲 在亞運的個人新高 賽後他欣然接受這樣的結果 同時也認為這場比賽自己獲益良多 期待接下來繼續加油 亞運聯合採訪團隊 謝謝伊米亞加達採訪報導